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下房车 房车分为自行式和拖挂式两种 自行式房车是指车本身带有动力 可依靠自身的牵引力行驶的房车 自行式分为ABC三种类型 就是图中的ER3 图四是拖挂式的房车 顾名思义,拖挂式房车自己不带动力 需要另一辆车拖动 通常用Pickup或者大型的SUV来拖动 拖挂式房车也有ABCD四类 这里主要列出其中最受欢迎的这款Travel Trailer 自行式A型房车 它的外形和豪华大客车像是 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空间大,内部装修豪华 一般使用的人群是以房车为家的退休者 它的缺点就是体积大 很多小路或者市区很难驾驶 一些国家公园类也不允许停靠 只能停在专门的营地 那我们这次租的就是这款B型房车 这款车的优点是驾驶容易 停车方便 缺点就是空间小 尤其是卫生间 这款车最适合两人使用 据说在疫情期间这个B型的车卖到断货 价格也从12万美金涨到15万美金 硅谷房价贵 一些大科技公司的年轻人就买这款车当家 省去租房买房钱 而且B型车小巧可以当通勤车用 一举两得 这款C型车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驾驶室上方突出一部分 那个部分就是床位 等会带你们去租车行看到的几乎都是这类车 这款车的设施齐全 空间大 一般可隆纳4-6人 相比B型车 因为车身较长 因而停车不方便 对那些以房车为家的人群来说 空间就显得不够大 设施不够高档 好 拖挂式的房车比自行式的房车的用户多很多 约占房车总用户的87% 而这款拖挂式标准房车Travel Trailer更是主流中的主流 约占房车总用户的64% 我们这次去阿康库看到的房车大多数都是这类车 它的缺点是比较麻烦 每次使用都得把牵引车和房车挂靠在一起 但这也是它的优势 因为一旦到了目的地 牵引车只要脱离房车 就可以直接开走 去周边旅游 不需要拖着大房车到处跑 造成不容易停车的问题 这是我们租房车的车行 Kanagin 地址我会写在描述栏里 它家的车都是自行式的 车比较新 Kanagin主要是租售自行式的C型车 也有一些B型车 没有A型的 这是它的操作间 车还回来后都有工作人员检查清洗 这些都需要时间 所以一般还车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10点 取车的时间是下午1点到4点 这里的车很多 有的是租的 有的是卖的 都是C型的房车 Kanagin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六 周日休息 下面我们来完整的看一看 这款自行式的B型房车的内部 MING PAO CANADA D Summer 继续 OB F MING PAO CANAD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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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